強勢大中華,寸起天下 中國市,由中國人竄起來,去去 主持,官小圖,五月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大家收聽今晚的《寸》 有一個問題,近日成為中國網民 是焦點之中的焦點 大家以為疫情,大家以為長江水患 甚至以為香港的國安法 全部都是錯 只是一宗官司,這宗官司 關乎兩大公司 一個叫騰訊,大家有機會買到 另一個有老乾媽,大家有機會吃過 大家買或用騰訊,吃老乾媽 所以全國14億人 跟這兩家公司有關係,不在少數 就算沒有10億,也有8億人 好了,這兩家公司做甚麼呢? 是打官司 打的官司就是,騰訊馬 我幫你老乾媽,出了過千萬的廣告 但你沒有結帳 催你又不給 那我就告,在深圳法院告 把老乾媽告上法庭 老乾媽就說,喂,有沒有搞錯? 我沒有跟你簽過約 我沒有叫你幫我賣廣告 為甚麼要告我? 現在口同鼻爭 一個就說,我幫你出了這麼多廣告 你又不結帳 另一個就說,我沒有簽過合約 跟你們 後來就說有人認同 貴州的公安找了幾個詐騙犯 就說,他是偽造老乾媽的印象 跟騰訊簽了合約 去做廣告,換取騰訊類似禮物包的東西 搞這麼大的事 又弄印象 又做甚麼 我以為你是騙騰訊 是做甚麼的 令到你飛黃騰達 有甚麼好處 不是 只是想拿騰訊的禮物包 新的遊戲 甚麼禮物包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點匪夷所思 這個已經是第一期了 第二期的時候 這個法院 深圳法院 是判騰訊 單官司未審訊之前 就說 要這個 我claim你 我希望這個索償是1600萬的 麻煩這個法院 先把他的資產凍結 又真是這個法院 判了一個老乾媽 要凍結千多萬資產的 一個這樣的裁決 單官司未審誰 誰勝誰負 就已經有這樣的判決 這個已經是第二期了 第三期 由始至終 整件事曝光了之後 引來這麼多的迴響 這麼多的關注 而到現在為止 官方都沒有這件事 有調查 有甚麼結果 如果偽造印章 為了那些所謂的禮物包 牽涉到多少錢 這些全部是可以公佈的 即是 為何要這樣做 禮物包多少錢 甚麼時候做 誰要簽約 跟這個 其實所有事情 都可以把這些案情公告天下 這樣便少了很多 這些不必要的糾紛 坦黎其他其在 是沒有詳細的資料 所以引來的討論 就會更加多 剛才我所說的 這三大奇怪的事 只是網民討論的 可能是其中很少部分 更加多的事情 可能就是 我們老實說 可能整個節目 都說不完 大家覺得 這件事太匪夷所思 但是要明白 這件事其實反映了 中國營商的環境 就是這種 如果真是假的話 有甚麼這麼奇怪 假的 他可能真的這樣 可能想瞞天過海 都不定 真的有幾個詐騙犯 貴州公安 想幫老乾媽拆解他 用這種方法去 結束一件事 但是 確實令大家 亦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 這些假造假 在中國的商場 雷見不鮮 騙二千億 用假黃金 說這些 其實實際是同的 但是拿去抵押的時候 就變成真黃金 這樣都可以借到二百億 你是不是覺得匪夷所思 上市公司 在拉斯德克上市 都會用這種方式去詐騙 更何況是幾個人 然後就冒充老乾媽去做行騙 好像很合理 但實際上我相信 內情是很多 仍然也看到中國的司法制度 是怎樣 我這個才是最大的啟示 就是中國的商業環境 以及司法制度 對一些完全沒有政治的 敏感性的官司 的裁決 從這宗案 或者執法部門 從這宗案 有多公正 可以一目了然 看這宗新聞的時候 看到騰訊要求凍結老乾媽 是一千多萬的人民幣 然後桂陽警方那邊又說 已經抓了三個 偽造老乾媽公司印章的嫌疑人 他們這樣做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獲取騰訊公司 在推廣活動裏面 那些配套贈送的 所謂的網絡遊戲禮包碼 看回內地遊戲媒體網站 遊戲葡萄 其實曾經在2016年 都報導過 原來中國遊戲圈 是以一種叫做二業合作 應該是不同行業合作的意思 以這個二業合作為名的騙局 當時這個媒體網站 都曾經報導過 說遊戲圈經現新騙術 最多騙取近二百萬 多家知名的廠商被套路 這些大部分二業合作騙局的案例 很多時候騙子 往往是以第三方的公司 或是一些媒體中介人的角色 就聲稱自己可以提供一些快速消費品 速遞、影院 甚至是一些巴士廣告 這些廣告的合作 可以給它做一些宣傳的資源 但這些資源 就需要與廠商以禮包來交換 另外就由於透過禮包交換這些資源 不涉及支付費用 或者雙方也不需要簽合約 所以廠方發現騙局之後 都很難去追責 所以這個內地媒體 就找到北京一間 有豐富的二業合作經驗公司 就是說 其實折黑這些二業合作的需求過程 一定要直接找合作方 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 例如今次 假如騰訊和老乾媽 涉及這種二業合作 就是這三個騙子 作為一個中間人 找了騰訊 幫老乾媽做這些廣告 然後在騰訊 騙取網絡遊戲包馬 但是這間北京公司就是說 如果你說代表哪間公司 其實都要出示一些授權證明 然後如果你是一個第三者的角色 一定要帶著另外一間公司 跟三方一起去談 但是騰訊身為一間這麼國大的公司 為什麼會在這方面調熱輕心呢 為什麼又沒有做好一些審查 合作方面背景的一些真實性的工作呢 所以有一些評論就說 這次事件看起來 好像是傳統的企業 找人背鍋的套路 這樣說 還有這件事出現之後 很多人都提出一個疑點 就是為什麼騙子是怎樣騙過 擁有強勢法務部門的騰訊呢 還有澎湃新聞一篇的評論都說 騰訊這麼大的公司 竟然沒有跟老乾媽官方核實 直接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存 實在是匪夷所思 所以很多人都質疑 為什麼騰訊這麼大的公司 為什麼不查清楚 先去做這些廣告的合作呢 這就是其中一個質疑 我自己反而將焦點 不是放在騰訊的 騰訊當然 就是剛剛所說的 如果 貴州的公安所說的是事實 就是說 那三個人 或者更多 有些說五個人 這三個人 他們偽造了老乾媽的印象 然後跟騰訊 他們簽署合約 那簽署的可能 不僅是這些合約 就是說這些千萬的廣告 怎麼會投放廣告 然後給禮物包 我都不知道那些是什麼 總值多少 如果總值過百萬的 合理 但是如果不是 你會投放成千萬的廣告 回報 即是幾千或幾百 甚至即是幾萬也好 你沒有這麼大的風險 而得到這樣的事情 那個回報 第一 不成比例 更加重要的是 但是說 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 騰訊 是不是真的需要被構責呢 就是那個什麼法律部門 我覺得這件事 是扔得上法庭的時候 法庭有很多有基本的 認證的程序 就是說 立案在中國其實是更加難的 OK 法庭的立案 在香港的法庭 你都不是單單都可以 是成立 就是說 都能夠最終交付法庭去審決 審理 但是在中國裡面 你見到立案 是更加嚴重的時候 就是說 其實騰訊掌握的證據 應該很充分 就是說 因為法庭 一定是驗證過很多事情的真偽 怎麼會是無端端就會 接受一件這麼重要的審訊呢 記住 對方都不是弱的 老乾媽都是 不僅是全國知名的牌子 而且全球都很多人 在吃老乾媽 對嗎 就是說 一個這麼大的案件 立案 就是說 接受你的入品 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在中國 我覺得 就是說 初步的審查、審理 都證明這些文件 是真的 是真的 是這樣的時候 他才會受你 然後還做出這樣的裁決 就是說 其實是否在最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有接觸 然後我不知道 是否因為這個 談不妥 所以 是法庭判決 一個初步的一個 凍結了老乾媽的財產 可能有這樣的 什麼都不定 我們現在 所掌握的東西 非常有限 他都不公佈的東西 就知道有這間公司 還有凍結了 是嗎 還有這個 貴州公安 就抓了三個疑犯 但是 這件案 我覺得樸索離奇得 很重要的時候 就是說你反映到 兩大的 在中國經商的問題 一個商業的環境 和一個司法的環境 回到大家 繼續說這件事 奇案 民意飛揚 篡進網絡 請登上 881903.com 中國市 全球華人 一起篡 強勢大中華 串起天下 中國市 由中國人篡起來 去去 主持 潘小濤 五月 騰訊告老乾媽 即是說他沒有履行這個合約 幫你出了廣告 一千多萬的廣告 但是你 就沒有抓數 所以 因為這樣 是把老乾媽 告上法庭 在騰訊的主場 主場 在深圳的法院 告老乾媽 老乾媽的主場應該就是在貴州 那時候 這宗案件 就變成一宗奇案 就是說 你這個深圳的法院 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都連可能 連真偽文件的真偽都沒有看清楚 你就判決 就說 要老乾媽 暫時凍結他 那千多萬的資產 來到這個 一旦官司輸了的時候 你又有錢賠 你沒有東西 我就是說 那個焦點應該 是不是其實跟地域有關係呢 即是說 這些地方的司法系統 跟一些當地的納稅的大戶 在這裡做總部的大公司 跟你打官司的時候 你一定輸的 即是你基本上 你在這宗案件裡面 如果貴州公安是沒有偏袒的 他的調查 說真的有三個人 是冒充了老乾媽 去簽這個合約的時候 就認同 蓋了深圳法庭的一巴掌 你都未審 你就已經凍結了別人的資產 你都未搞清楚 那些文件的真偽 是不是 騰訊我不管他先 即是說 你見到 這種的地域 司法的地域主義 是很嚴重 嚴重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在A這個城市 打官司你贏硬 我為了這個避免 我當然不在這裡跟你 不如在貴州的 跟你打官司 有一個法庭 我這個老乾媽 我試試看誰贏 有可能老乾媽贏 反而凍結了騰訊的資產 你明明那個問題所在 就是當你是這樣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信用可言 大家怎麼會信任你這個系統 那你每次都要交到第三地的法庭 所以我覺得 營商的環境 你說有這樣的騎尼的騙案 都已經覺得匪夷所思 更加匪夷所思 有這樣的司法判決 你立案難度這麼高的一個地方 但你沒有查過相關文件的真偽 你就立案 還做了這樣的判決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是縮影來的 你看到就是 這種司法都存在地域主義 而對於營商環境 特別是民事訴訟 商業糾紛的破壞 是非常之大的 這次事件發生之後 字節跳動的副總裁 字節跳動是什麼呢 就是騰訊社交媒體最大的對手 旗下有 今天頭條 火山小視頻 還有抖音 他們的副總裁 在他的個人頭條號上面 就說到 騰訊控股和老乾媽廣告烏龍事件 他說 基礎的事實都沒有調查清楚 就可以直接啟用公檢法手段 竟然還成功凍結對方1600萬 說明這間公司已經形成了 用公檢法打擊一切 不利於他的日常思維 而且簡化到連調查都懶得去調查 然後也有很多網民留言 覺得 一語中的 公檢法越來越成為大企業 隨時待命的工具 凍結他人財產 無告他人敲詐 想拘捕人就拘捕人 想凍結就凍結 自己搞錯了 現在連道歉都不跟老乾媽說一下 也有人說 終於有人說了這一點 如果不是老乾媽 國民度高 應該是大家都認識的牌子 可能是國民的食品 對 他說非上市企業 如果不是貴陽警方 動作快 但是凡是稍微弱一點的企業 不死都要脫皮了 現在不只是不道歉 反而還賣傻白甜人 撤起來了 即是說 我不知道什麼事 即是假裝傻的意思 跟某人的公關手段 愚出一切 好運 霸道慣了 另外有些網民就說 騰訊從來都沒有輸過官司 這次又贏了 所以你看到 其實在內地一些媒體 或微博也好 我見到很多網民 他們的意向 都是覺得今次 就是騰訊 搞出烏龍事件 但是就不要跟老乾媽道歉 很多人都會笑 即是這隻企鵝 因為企鵝是騰訊一個標誌 就說這隻企鵝 就是不道歉的 做錯了 其實你見到 很多微博上的言論 都是這樣為主 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 你再進一步延伸 就是說 司法部門 執法部門 為大企業服務 即是在商業世界都是這樣 即是如果你說 在公權力的時候 就為了領導服務 在商業世界 就為了大企業服務 這個才是可怕的地方 你看到之前華為 華為不是有離職的員工 跟員工師 跟華為有一個薪酬的糾紛 就是追討欠身 那樣東西的時候 最後是被人抓 說是恐嚇 是嗎? 變成一個刑事罪行 他坐了幾個月的冤獄 然後你看到 很多這一類的案件 就是說 是成為大企業的打手 曾經有一間內蒙古的公司 我不說他什麼名字 因為他跟這些前僱員 前高層有糾紛的時候 那些內蒙的公安 是跨省追捕的 類似的 這一類的個案 是多不勝數 那你就可以見到 就是華 沒錯 他們是納稅的大戶 他們交很多錢 不過 你作為一個公權力的部門 你不只是為他們服務 更加不能偏袒他們 你要看法律做事 但現實就是剛剛相反 那你說 何來有任何公平可言 司法是有最重要的一個 達至公平的底線 或者是一個最後的堡壘 連這個堡壘都突破了 那你又何來能夠建立一個 好的上街的營商環境 這些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多 是嗎 這次就是牽涉到兩間這麼大的企業 這麼知名的企業 才受到全國的關注 這些問題才浮上水面 但之前的時候 大家是不會理會的 你就可以見到 當你在官司上面 面對政府 面對公權力的時候 你的勝數是零 幾乎是零 現在你面對大公司的時候 面對大企業的時候 你的勝算都可以是零 不是因為大家的司法資源 大家請的律師 好不好的問題 而是因為 由一開始的時候 你已經輸在起跑線 這些公權力的部門 是為誰服務的問題 那你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樣還可以 跟他們鬥呢 是不是 那你就慢慢萎縮 你作為一個小公司 你要追討他們 什麼 欠薪啊 欠你的債啊等等 你是沒辦法贏到的 那這一個就是 中國現在的現實 而這些現實 其實對於我來說 覺得非常可怕 就是 司法制度的不公 是完完全全赤裸裸地 暴露在大家的眼前 今晚的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聽了 拜拜 請登上881903.0 中國市全球華人一體串 請我回去 請你給大家